仁 Eldie 坐 ли Rückering 用一個巧妙的方法 就可以測量出 妳所要測量的比較精確實驗了 這是一個同學問的問題 也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問題的部份的話 我們就會接著就問一下 那到底光你在行徑的话 那在行徑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光你在整个行徑 当时我们都可以看到 每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 那如果假设电磁波是这个光的一种的话 那我们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时要解释这些光的现象的时候 第一个提出来的大概就是 这个惠根斯他的光的这个波动缩的 这个波的眼里的部分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说光线 我们讲光线 这个光线其实就是 在指的是光的行徑方向 那惠根斯讲的是什么 他说光连着这个列 它前面其实有一个一个的波前 那波前的部分的话 就是每一个小的时间 你可以看到这个介质随着光 那这个振动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假设底下的话 你现在你看到最简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 如果我这个坡的往前走 那坡前就是你现在在往前走是 这个蓝色的部分 就是光的行徑方向是蓝色的部分 那光的行徑方向是蓝色的部分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光的行徑方向是蓝色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坡的坡前就是这个 垂直光的行徑方向的部分 那走走走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遇到障碍物了 那障碍物是什么东西 我们不管 但是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说 当光你他的这个坡的坡前 就是同一个政府震动的情况之下 最高点跟两个最高点之间的距离的部分 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Lambda 那这个Lambda的部分啊 当你碰到的这个障碍物 这个障碍物的缺口 跟你的Lambda去比较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 这个障碍物的缺口呢 严比Lambda大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这个坡啊 有事无恐好像没有障碍物的存在 就一路往前走了 OK 这是我们平常常常看到的的现象 那那第二种情况呢就不同了哦 我把障碍物啊慢慢的缩小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说这个障碍物的缺口 跟你的Lambda比较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这里的现象已经不是什么 光的行进方向已经不是直线行进了 它是会有一些改变它的整个散射出去的情况 那个方向是散射出去的情况 那我们把这样子的情况呢就叫做绕色了 那这个绕色的现象为什么会产生 到你的障碍物低非常非常的小 这个缺口非常小的情况之下 这个绕色的现象会更明显 那这也是我们在这个 这个 rate approximation 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看到的最重要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我一个拖遇到障碍物的时候 我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 那你们都知道反射 OK 那这个就是慢射 那每一个波都会有慢射 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 你今天所有的东西 如果都是很光滑洁净的 你就什么都看不到 OK 所以你现在因为我们的所有东西表面都不光滑的 所以陆射的光跟出来的光 它基本上出来反射出来的光的话 它其实是这个各个方向都有的 那各个方向都有的时候 所以你在四面八方的人 或者你在某一个方向 站在某一个方向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表面 来自这个表面的 从四面八方照射这个表面的光 到你的这个位置上面 所以在实验室里面你如果去看一下 一个雷射光照进来的时候 在一个粗燥的表面 其实它是慢射掉的 OK 跟你前面的反射 完全光滑的表面的时候 是完全不同的 那反射的部分 大概每一个同学都知道说 你必须要遵守反射定律 这应该都很清楚的部分 那这个反射定律 当然就是路射角跟反射角 它要相等的情况 这是非常清楚的部分 好 那再来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这个情况是非常特殊 但是在实验室里面 常常用的 我们说我们把 我们的MIDAL 把它弄成90度 那这是一个90度的MIDAL 那我说有一个光射进来 射进来的时候的话呢 你会发现 如果这个 因为你的镜子的话是非常光滑的 所以你路射角等于反射角 OK 其他弯 其他弯 那再来 经过90度以后 你再经过这边的反射角 在这边的反射的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进来的光跟出去的光 这两束光是什么 完全平行的 OK 就用一个镜子 你就可以把进来的光 完全反射 肥去 然后它的光的行进入境是完全 这个 这个 相同的 那 我们把这样子的就叫 lateral reflection的部分 在实验室里面常常使用这样的一个实验技巧的部分 那 非常多的实验证上面看到就是说 你会有很多的这个物理现象呢 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譬如说 摩托车的 摩托车的那个后尾灯 也是用这样子的装置 然后 你们看那个地板上面 在那个马路 柏尤马路中间中隔岛上面 有一个一个一个 啊 黄色的本来 以前他们都是用什么 用那个特殊的油漆去漆下来做标签的 现在呢 已经把它盯上去了 晚上的话会亮亮的 那个也是利用 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装置 光 那这样子的一个装置 用在非常多的方式的部分 就是利用这个middle 是90度的一个道理 来把它做出来的 那再来我们就要看这个折射 reflection OK reflection reflection的部分的话 这个是折射的部分 那折射的部分的话呢 在这边我必须要把很多东西要先带过去 但是又不能不刚刚帮你们做一个复习的部分 那折射我相信每一个同学都很清楚的就知道说 你们折射的部分是什么 进来的光线 到不同的介质 OK 那这两个介质是完全不同的部分 那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两个介质的 我们把这个介质的垂直线 我们叫做滑线 那露射光呢 我们就叫做露射 露射线或者露射光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发现你在不同的介质的时候 它会穿透介质以后 这个光啊 不再是完全行进 沿着沿来的方向进行了 它有可能是偏向滑线 那就是c top 2 那也有可能另外一种情况 是偏离滑线的情况 OK 那就是 这是这两种不同的一个情况的话 那c top 2是大于c top 1的 就是c top 2小于c top 1 那这两种情况呢 基本上面 它是跟这两个光 这两个介质 它的光在行进的速度有关系 那我们说行进的速度怎么来看它呢 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 你在实验室里面 如果你去做实验的话 那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这个是一个介质 那你看到光线射进来的时候 通过这个介质的时候 有折射 有反射 那这个折射已经偏 偏向滑线的情况 在经过第二个介质 它又反射回去 OK 这里面呢 这里面发现的是 在这里已经看到一个叫做 它几乎没有折射了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全反射 另外还有一个是 你看到这个全反射的时候是什么 有一些光线会沿着界面走的 OK 然后再来反射回去以后 反射回来的部分 在经过这个界面 那我们看到它折射出来的光 已经是偏离滑线的部分了 所以从这个实验室里面的实验里面的话 你把反射折射还有全反射 全部在这个例子里面 一览无余的情况 那这些东西其实 我们要去解释它 并不是很困难的部分 费根斯呢 它基本上面 它想要去解释所有的东西 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一个坡 它两个坡 同样的 我说光如果是一个坡的时候 那两个坡峰之间 它的距离是lambda 你可以把两个坡的坡峰之间的距离lambda的部分呢 都视为是一个坡前 换句话说 你刚我们刚刚看到 这整个光在行进的时候 那行进方向往前 那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坡前 这呢也是一个坡前 所以你把光整个画出来的话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再过来就是 另外一个坡前 OK 那费根斯怎么想呢 费根斯是想这样子的 我说 他说 这个坡前啊 其实你要知道 下一个坡前的时候是怎么说呢 我可以把这个坡前上面的各个点 都当成是一个新的 新的点光源 那换句话讲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 每一个坡前的新的这个sauce的部分的话 他会把它的从这个sauce 散射出来他的光 OK 那我们看到 你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我们说 这是你的坡前 那这个坡前呢 每一个都是你的sauce OK 那我说 这个sauce呢 他在ΔT时间里面 ΔT可以是我们的周期 那他有光的速度C 那他就会散射出来 你用一个圆去把它画出来 我这样子画的话 可能刚好是他 没有关系 把它弄远一点点好了 其实近一点也没关系 是一样的结果 那我们说 以他为中心 然后这是这个圆 这个半径就是cΔT OK 再来这个也一样 也是cΔT 那每一个都是一样哦 那你这边就有无穷多的坡前啊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 到最后啊 你会发现有一个线 这个线呢 就是下一阶段 你行进到最前方的 所有的坡行进到最前方的 的总结 那我们把它全部把它画起来 这个就是你的新的Poject OK 这是新的 所以 依照这样的原理的时候 你可以画出你每一个的Poject 那我的Po如果是直线进行的 那你画出来的新的Poject 也一样是直线的 那如果你的Po是 原来旧的Po本来就是点光源 那我们下一阶段的Po 都是最前面的这个Po 把它挤在一起的话 还是新的 新的点光源 新的Poject的话也是圆的部分 依照这样的原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解释我们刚刚所有的 烙射 反射 反射的现象 反射的现象 一样的就是一个Po 然后你入射都是一个一个Po前 往前 到了这里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界面也是一个Po啊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基本上面 它是新的一个Po前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它的反射 这边没有画出来 那反射回来的这个路射角 跟反射角是一样的 那路射角是跟反射 这是反射定律 其实用Po前非常好解释它的 那折射一样的情况 只不过 折射的Po前是因为什么 因为这第二个戒指跟第一个戒指 它的行进速度不同 所以第一个Po 第一个Po进来 我从这边画好了 这是我们的法线 那你现在这个Po 那实际上它的Po前是什么 它的Po前是平行于它的 垂直于它的 为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 这是它的Po前 那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Po往前群进 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同样的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跟 会更失的Po前理论的时候 它会 在寻求 原来下一个Po前 但是 我们发现 在这一点的时候 你这边的行进速度 V1 ΔT1 到这个地方的行进速度 已经是V2 ΔT 同样的时间里面 它走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所以 我们看到 这一个点 它的Po前 是V2 V2 ΔT 它是比较近的 那 这个呢 是 它一样的是走V1 ΔT 所以我们看到 下一阶段 本来 它可以走到这里的 但是 在 这个界值里面的Po前 它实际上 没有走到这个位置 它只走到 某一个位置上面而已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Po前 这个Po前已经往 已经从原来的位置 偏离了 进到这里的Po 从此以后 它的Po前都缩小了 它的间隔 它的间隔都缩小了 那你把所有的这个光线的垂直方向画出来 就是你的行进的光的方向 那一样的 所以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是你的 本来你是 θ1 现在变成θ2 OK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里面 你会发现 在这个例子里面 你就非常明显的 就是说 一个光 你到第二个戒指 你会折射过来 我看一下 这好像没有很明显 我还没有把它画得很明显 应该要把它画明显一点 好 这就是折射 那你用Po的理论去解释 那整个Po到的戒指的地方 其实 就是因为你的Po前 它的行进的速度 已经变慢了 好 那 所以你就发生了折射现象 那基本上面 我们可以去把 你这个行进的距离 跟这边的行进的距离 把它算出来的话 我们会发现 这个行进的距离 两个sine ct1 跟sine ct2 这个sine ct1 跟sine ct2的部分 基本上面是跟它的速度是相关的 这是合理的 对不对 那你相关以后的话 我们就马上可以知道 我可以去汇总起来就是sine ct1 跟sine ct2的比值 是跟它的速度 V1比V2 去整个相关性把它放出来 那当sine ct1 sine ct2的比值 是等于V1比V2的时候 我们再回来再看一下 这个速度啊 其实是跟这个介质的一个性质有关系 这个性质呢 我们就叫做折射 折射率 那n呢 我们的定义 就是c除以v OK 所以 当你的折射率 这个n值 你把它放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把v 就等于c除以n1 那这个呢 是c除以n2 换句话说 这边就是n2比n1的比值 那一旦你知道n2比n1的比值以后 我们看到了n1sine ct1 是等于n2的sine ct2 这个结果 是你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定理 就叫做snes law OK 这个定理呢 在光学里面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定理 那这个定理你已经知道 以后其实它可以完全用波前的理论 把它推导出来的部分 好 那一旦你知道snes law以后的话 那我们接着我们可以看到 另外 不同的介质之间的话 你自然已经知道说 好 不同的介质 它的速度是不同的 那我们接着我们看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 有趣的事情就是说 我现在一束光进到这个界面 这个是n1的介质 这是n2的介质 折射力n1n2 那你已经知道这个介质里面 跟这个介质的速度是不同 因为我们说 你的n是c除以v的部分 对不对 但是有一件事情 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说 我们一个介质 我们一个介质啊 它的n啊 并不是每一种波长 它的n通通是一样的哦 你看到一个 同样的 你现在可见光是400到7 4000个anstrong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的话 这是不同的介质 ok 好 我们说以glass来讲的话 7000的时候 它是1.51左右 但是到4000的时候 它是蓝指外观的部分的话 到1.53 n值不同的意思是什么 n值不同的意思 就是这个频率 在这个介质里面 行径的速度是不同 对不对 那n值不同 行径的速度不同 每一种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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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波浅是不是就不同 对不对 所以 当一个白光进到一个介质的时候 你会看到 它散射出来各种不同的光 这个为什么会跑到这边来 你会看到它散射出来不同的光线 那原因就是什么 这个光线 这个光线 进到这个介质的时候 因为你不同的这个频率 它的这个行径的速度不同 然后呢 你再经过三菱镜 再把它反射 等于你把它折射了两次 进来的 那它已经散射一次了 它已经散射一次了 在这个地方 我又让它散射一次 所以 折射 你已经让它折射两次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 在这里你看到了 它其实不同的光线 它的angle 这个折射出来的角度是不同的 那我们就把这种现象啊 就叫做dispersion 这是一个 在物语上面非常重要的 就叫dispersion 这个 这整个图 就叫dispersion 它所代表的就是 你的折射力跟你的lambda 是不同的部分 那我们会发现 为什么你会需要折射两次 你才能够比较容易 看出你的现象啊 那从这边 你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实际上 这个折射力的变化 有的不是很大 像这个 在死因玻璃里面 它就不是很大 那在玻璃里面 它就比较大的情况 所以 你要把你的折射现象 它的dispersion 能够把它 这个 分辨出来的时候的话 那 你需要用 这个 两次的折射 让你的现象 更加的明显的部分 好 这是dispersion的部分 那 我们看到 那 你们在讲的那个 彩虹 彩虹的部分就是什么 彩虹其实 就是 两次折射一次反射的结果 OK 那 两次折射一次反射的结果 为什么会有红尘蓝力蓝电子的不同 其实就是 因为你有dispersion的原因 OK 那 如果没有dispersion 你不会有红尘蓝力蓝电子的情况 把它 混开来 那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部分 好 那 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了这个整个的 整个光学里面 为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 从这里面 你看到一个 这是彩虹的情况 那 你也可以看到 红尘蓝力蓝电子 它的角度的 不一样的地方 那实际上 你的红尘蓝力蓝电子 并不是从一颗水珠反射出来的 而是 把 非常多颗水珠 你到你的眼睛里面 OK 好 这个是42度的 这个是40度的 那这是红 这个是紫的部分 所以你看到的 这白光进来的话 那 这红尘蓝力蓝电子 这是我们的彩虹的情况 那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会 注意到 天空有这种现象 兩道彩虹的 有没有看过 这一个一定会很弱 这个叫泥 这个叫泥 这个叫红 OK 那 泥跟红的差别在哪个地方 它是 一次反射 两次折射 它是两次反射 两次折射 OK 所以它的光线非常weak 它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是 你的 你看到是红尘 黄绿蓝电子 它这边是 刚好相反 红尘黄绿蓝电子 只在外面 OK 好 那它会在外面的部分 那我问一下 彩虹是什么形状的 它其实是岩形的 它的另外一半在地球的底下 所以你可能在飞机上 看到的彩虹就是一个圈圈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颗水珠 去反射的 所以基本上面的话 彩虹的部分的话 你在不同的地方 看到彩虹的部分的话 是不一样的情况 那最简单你制造彩虹就是什么 把那个水啊 拿一个 那个 喷嘴 撒水的那个 撒 浇花的撒水的 在夕阳底下 然后你去把它喷 让它制造一些彩虹出来 OK 好 另外一个 我想要让你们知道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折射的部分 这是你们看到鱼的折射 那光纖的折射是一个 我们利用的是全反射的 你们看到你们现在的那个传输啊 都是一个GIGA的传输线 所以 在以前的话 你们现在十八十九岁 也许在你们小学的时候 那时候并不是光纖 那时候还是那个Cable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为什么光纖会传输那么快 它基本上它是 就是完全用这个全反射的官司 在传输你的这个电子坡的部分 好 在不同的介质里面 那它的传输 它有T1Mod跟TNMod 两个 那电子坡怎么样在这两个阶子里面 去做整个传递的部分 所以它有不同的Mod在传递 这是T1Mod跟TNMod 光纖跟电磁学通通会学到这个部分 所以在光纖本身的部分 光这个部分 它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组成 就是你拿到 你会组成一个最大的全反射的部分的话 你就拿到专利了 你就赚钱了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在之前你看到你是要全反射 对不对 那全反射你没有办法完全反射 可能99%反射了 也可能是99.5%反射 那 99%反射的 就是有1% Loss掉了 距离夜长的时候 它的强度就Loss越多 所以你的光纖的品质就比较差 当你能够制造一个反射力越好的光圈的时候 那你就可能 你的产品就 这个传输的信号就越强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 就可以用 拿来取得专利 你有专利的话就是你可以赚钱的 OK 所以 这两个戒指 这两个戒指 这两个戒指的折射率要怎么匹配 就是看到你的全反射的情况好不好 OK 那这是你们的光圈 你们看到这个的时候会想到什么 你每一个同学应该都看过这个 小孩子在灯会的时候拿来玩的玩具 对不对 那个其实就是你的光圈 那个就是光圈 那个小孩子的玩具底下就是一个电池 然后造一个这个灯泡 然后这边就闪闪花亮 就是每一根的前面的头的量 就是从底下经过全反射 传递上来的东西 OK 好 从这里看到了这是 这也是一个光圈 OK 那这里的 这里面的sauce就是这边的 这个是什么 你看到这个时候你会想到什么 医生 医生 对内视镜 内视镜 内视镜就是用这样子来做的 OK 所以基本上面 它的应用其实非常的广 但是它眼里其实很简单 OK 这是我们整个基本上面的话 我们在这个集合光学上面的话呢 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大概的把它带过去 那接着我们就要 我们就要探讨了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反射折射 这个反射折射 然后全反射 这些我们都懂了知道了以后 那刚刚也知道有绕色了 那还有一个 物理里面最重要的定理 光学里面 就是我们所谓的 刚刚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霞凤啊 一个小霞凤的时候它的D 延小于λ的时候 那它有绕色现象 那如果两个霞凤呢 它就有干涉现象 那这个干涉现象是 在整个去证明光是波的一种 的最主要的证据之一 OK 它有干涉现象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讲霞凤的大小的部分 这是所有的 你只要在池塘里面去观察的部分 你都可以看到 你这些绕色现象 那现在的部分 这个的干涉现象 是我们接着我们想要谈的一个问题 那这里有没有问题 对